Hello 我是Isis 最近我認識了一位Gentlemen王 他很甜蜜 今天我還特別來到元朗找他 大家一起跟我進來介紹給你們認識吧 來到甜心先生甜品專門店Mr.Sweet Dessert 當然要和大家介紹一下Mr.Sweet甜心先生的背景 他擁有機場餐飲十多年的餅房經驗 而且親自主理這間店 終止一直用心製造甜品 在我面前就有一個非常特色的甜品 和大家介紹的第一款甜品就是這一款 很漂亮 就是比利時朱古力醬窩夫配雪糕 事不宜遲,馬上要嘗嘗 窩夫是很脆的 因為是新鮮,剛剛焗出來 而且它有一點熱度 所以朱古力有點融融的,很棒 而且朱古力不會覺得特別甜 剛好,而且吃起來的口感不是很濃 很膩,是很輕身的,有些慕斯的感覺 這個配搭真的不錯 我知道外國有很多人都會用這些窩狗 來做早餐或甜品 我覺得很幸福,如果每天都可以吃到 還有,這個朱古力醬 是老闆特別用了比利時朱古力來做的 在外面是吃不到的 所以吃起來是很香、很滑的 而且這個拉花也不簡單 外面也很難找到拉得這麼漂亮、這麼好的手勢 好,讓我再加上這個雲尼朵雪糕來吃 讓我先試試看 嗯,不得了 哇,真的很驚訝 在我面前這個甜品 就是芒果仙吉士拿破崙 這個甜品是我們店老闆市家製的 因為拿破崙的酥皮 和吉士都是自己做的 加上新鮮的芒果 還有芒果雪糕 看上去賣相非常吸引 還有,特地很有心思感 印了就是兩個深深的圖案 即是深深相印 令我真的不捨得吃 不過其實看見這麼吸引的賣相 我都忍不住了 讓我先試試味 讓大家看看 非常有份量 其實我在外面吃的 普遍拿破崙都是薄皮的 因為一個這麼大塊 我不可以扮斯文 我一定要用手來試吃 好,讓我先試試 嗯,真的咬下去 做得非常鬆脆 而且聽到剛才一聲 比吃芒片更吹 好吃 然後再加上芒果和吉士醬 再試一試 嗯,這個吉士是做得非常甜 而且很香、很滑 我師傅是老闆自己做的 他用了蛋、煎奶、吉士粉 還有芒拿芝來做的 嗯 做得非常有酒店的水準 清涼、上菜 簡直就是鹽鹽海日椒水雞粉 接下來就要介紹一杯特色的飲品給大家 這一杯就是日式抹茶奶了 看起來覺得樣子有點像奶色 不知道喝下去有什麼分別呢 嗯,很好喝 喝下去完全不是奶色的感覺 因為平時奶色其實會喝到一塊塊的 這一隻就不會了 非常滑、非常香、是牛奶味的 但是這個牛奶當中夾雜了一些抹茶香味和清新 而且普遍日式的抹茶我都會覺得有點苦澀味 但是這個牛奶就可以完全平衡到這種苦澀味 所以喝下去是很順滑、很滑 而且也不會太甜 嗯,越喝越棒 不用怕 在我面前這個就是香焗薑味梼书梨 看到它的造型很有心思 是一個深型的梳书梨 梳书梨看到 experimentation 真的第一次看到了 急不及待要快點嘗 因為梳乎尼再等久一點就不好吃了 熱熱辣辣,好好味 梳乎尼是花糖和蛋白來做的 放進去有點空氣 感覺好像吃棉花糖一樣,很柔軟的 除了軟綿綿之外,當中也滲了一些很棒的薑汁味 不會太濃,不會太辣,剛剛好非常適中 有一個賣相,還有這麼好吃的味道 相信女士們應該很喜歡這個甜品 甜心先生甜品專門店 除了甜品全部自家製之外 甜品的menu也是自家製的 老闆一手一腳,逐筆逐筆地滑下去 公仔非常可愛,非常可愛 等你order的時候都可以心情美一點 其實這裡除了有甜品吃之外,還有小食 這裡還有炸壽司和一口西多士 看到也很想嘗試 這個就是雜莓巴菲,很漂亮 我自己特別喜歡草莓,粉紅色 看到這麼漂亮的甜品 我已經忍不住很想拿手機出來 跟它自拍照 我相信味道一樣會很好吃 其實看到很足料的 旁邊有些士多啤梨片 中間有鮮忌廉,有威法,有窩夫 還有一個士多啤梨雪糕 上面還有一些士多啤梨汁 這邊還有三色QQ的果 還有一些脆脆的NAS 非常火鍋 我要嘗試了,忍不住了 好了 把雪糕再加上QQ果 再加上鮮梅和NAS 一口吃下去 有一個口很豐富的感覺 有不同的口感 還有這個QQ果是我很喜歡的 很Q 很彈 看看下面還有什麼 原來下面還有另一口 是士多啤梨雪糕 很豐富 其實Purvay是法國的食品 Purvay的意思就是完美 我覺得這一杯完全是呈現到完美 而且充滿法國的風情 看樣子和吃下去都覺得很浪漫 在我面前這個 簡直好像藝術品一樣 這麼精美的 就是巧克力三重酒 首先有巧克力奶凍 上面很漂亮的 有個小蝦蝦 中間是心太軟 上面還有一個心心 而第三重酒 就是巧克力雪糕陪窩褲 好了 就讓我由第一重酒 巧克力奶凍開始試 拌下去你已經感覺到 它會浸騰騰的感覺 吃下去很濃 很豐富的巧克力味 不會太膩 甜甜 另外它會比外面的巧克力奶凍更厲害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奶凍加巧克力醬 這麼簡單 它裡面每一口都有巧克力的精華精水 在裡面 嗯 非常好吃 好 接著就要試試第二重酒 這個心太軟 哇 這個心太軟的巧克力是激流 不斷有什麼湧出來的 好 我要用匙羹才可以把巧克力 好 大家看看 每一口都是巧克力 非常厲害 嗯 你會感覺到這個口腔 不斷地把巧克力包圍著你每一隻牙齒 而且這個巧克力的感覺 也不會太膩 而且是很濃郁的巧克力味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 因為剛才吃了一個冰涼一點的巧克力感覺 現在就有一個熱辣辣一點的 第二種口感 嗯 好了 試完第二重酒 就要試第三重酒 第三重酒 就有這個朱瑟雪糕 再配鍋夫 我先會切一片鍋夫 然後再加這個朱瑟雪糕 然後再加這個朱瑟雪糕 蘸著 嗯 很脆的鍋夫 再加上這個朱瑟雪糕 也是充滿了這個巧克力的味道 這樣呢 我想呢 有兩種吃法 除了可以加這個朱瑟雪糕之外 還可以蘸在旁邊激流出來的 這個朱瑟雪糕 然後蘸在旁邊的精華 再加多一個鍋夫 就會有第四種口感 另外呢 我還幫這個甜品改了一個新名 我要叫他做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 希望呢 所有喜歡朱古力的朋友呢 都要點這個朱古力三重酒來試一試吧 好了 現在試完朱古力三重酒呢 滿口的一個非常之好吃 濃郁的朱古力味 旁邊呢 就有一杯非常之解渴的一個清涼的飲品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曲奇奶色 其實呢 大家都喝得多的 它有什麼特別呢 等我試一下味 嗯 這個奶色呢 一喝下去 就知道 絕對是師傅 即是親身是shake它出來的 不會像外面那些機器製造的一些奶色 還有呢 剛才呢 很sweet 我吃完這個朱古力三重酒 這個呢 就真的給了一種 涼浸浸透心涼的效果 也都不會太甜 喝下去呢 其實我覺得呢 是很滑的 好像在喝牛奶一樣 但是呢 它的朱古力的香味 曲奇的香味呢 全部保留在裡面 非常之精 大家吃完甜品呢 如果有些什麼甜心的留言呢 這裡呢 都設了一個甜心留言板 給你呢 將你的comment 將你要說的話呢 來貼在那裡表達你的心意 是不是很貼心呢 好正呀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冧酒火焰雪山 剛剛那個moment 我覺得很好 因為呢 第一次我吃火焰雪山 會配合一些lighting 即是較暗了 還有很有感覺 還有呢 現在這個火熟了 我就聞到很香的 一個冧酒的味道 好了 那試吃呢 為了保留一個漂亮的樣子 讓我開燈吧 其實呢 我一直都以為 這個火焰雪山 雪山呢 是忌廉 是cream來的 剛才甜心先生跟我說 是用蛋白打成的 一個軟綿綿的 好像一些雪的狀態 嗯 讓我嘗嘗 嗯 嗯 沒錯 不過這個雪就很特別了 因為剛才呢 用那個冧酒 加了火燒完之後呢 這個雪山的表面 是脆脆的 吃下去呢 很滑 還有呢 怎樣為之雪山呢 因為呢 我剛才也知道 就是裡面有雲呢拿雪糕 都在的 還有呢 它表面呢 就淋了些朱古力醬 再加上微花 和一些鮮果 剛才那個moment 關燈了 我覺得真的好像 有個生日蛋糕捧出來 讓我要吹這個蠟燭 還有呢 切蛋糕的感覺 很開心的 我第一次呢 就是這樣吃甜品 我在想啦 接下來呢 如果有朋友要生日的話 真的不需要再去 特別點一個生日蛋糕 來到這裡 點一個火焰雪山已經夠了 這位Gentlemen Mr.Sweet甜心先生 沒有介紹錯啦 下次來到元朗 大家知道怎樣找他啦 甜心先生 甜品專門店 地址是 元朗奉遊東街 好順義大廈B座地下 15號鋪 交通方面 可以選擇 西鐵、慶鐵去到元朗站 Yoho Midtown出口 過行三分鐘就到了 如果搭巴士的話呢 就可以選擇 264N 268B 268C 53號 64K 68X 968 和E34 而專線小巴 就可以得 606S 607S 609 36 37 和39號 至於駕車的朋友呢 店鋪外面還有個停車場 有很多車位 夠方便的 分別 很好 我們請到 再見 大便 感谢观看